再照一个画面 名称叫做login.jsp.ht 这个是HTML 要特别注意 刚刚同学进去的入口 记得要从HTML进去 你不要直接到JSP 因为JSP它是接收端 就是你球还没丢过去 它没有球 没有球的话 你就直接去 你没有球 没球就产生Error 就会有什么HT500的 或者404的错误 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改成POST的话 界面上面长这样子 所以要一个什么 有一个前面文字 然后一个文字方块 这个TestBox Test 让人家可以输入 最后按一个Summit 可以做登录 登录的话 另外有一支login.jsp.jsp 去做接收 接收到之后的话 就是比对一下 就是你的账号 跟你的密码 到底是不正确 那实际上这样 后面应该会有一个Database 就是你把他的ID 去查询 查到出来 回来的Password 比对一下 到底Password 对还是不对 对的话呢 那就直接就login 错的话 那就怎么样 就跳离 然后可以让User 说你要不要新增会员 一个月多少钱 跟他讲一下 如果OK的话 那就login 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你这个APP 即便是free的 但是你free的时候 也许有一个机制 如果你要增加其他功能 你还是要login 才能够看到你要看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方法 OK 那这边的话呢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一样 等一下先新增一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部分的话 就是直接 接着